哈喽大家好,我是丽婷,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上一次呢,我就有录制一个视频 也就是自己在家剪头发就有获得很多的好评 很多人说呢,剪得还蛮好看的 那为什么还要花钱出去外面给人家剪呢? 那现在呢,已经过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我又要来自己剪头发了 这一次呢,想要挑战看自己可以在多少分钟内 能完成整个剪头发,包括剪刘海的过程 那这一次呢,我会按照之前那一次的影片 来跟着那些步骤来剪头发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吧 我现在要开那个之前 我阿哥上去YouTube的那个视频 然后参考里面的步骤来剪头发 so that才会万无一失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上面的这些链接 就可以看到我第一次自己在家剪头发 上一次自己在家剪头发呢,是因为MCO的关系 然后理发店也没有开门 所以那时候头发也很长了 所以才能自己在家剪头发 那这一次自己在家剪头发呢 纯粹只是为了省钱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啦 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头发分成两个部分 就是以一个中间线来分 刘海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长啦 OK,我们这样子分一个毛尾出来 我觉得是先绑起来 就是分完中间线过后我们就先绑起来 然后就可以调这个发圈 看你要剪到哪一个部分 因为我现在是在自己的厕所里面 所以我有一点点不热 OK,这个就是我们先分了中间线过后 我们绑了这个鞭子啊 就绑了两束的头发 然后我们就移哦 如果你要剪到这里的话 你就移在,把发圈移在上面 OK,因为这一次我头发不是很长 上一次我头发是有到胸部这里 可是这一次呢,其实到锁给这里罢了 所以,真的好热 所以呢,我们剪比上一次还要少的头发的发量吧 决定好要讲的长度过后 就可以下刀去剪了 就,如果你有看我上一段视频的话 我一开始都会用这一种普通的剪刀去剪 因为这种剪刀比较容易剪 直接一刀两段这样子去剪 然后如果要剪的话呢 才会使用这种有牙齿的剪刀去剪 好,那我们就剪上去了吧 确保两面的长度是一样的哦 那其实如果你剪的时候 尽量就不要去拉扯它 因为担心说如果拉到它的话 那个长度就会不一样 所以为了要节省时间可以挑战的话呢 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可以剪 放轻松哦,就是你这只手不要一直去拉你的头发 就只是给它固定的一个位置 就行啦 OK,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里是会有一些头发没有剪到 你就这样剪掉它 然后这个就是已经剪好的头发 然后这边同样的那个长度 接着不要去拉它 就只是拿你的手去固定那个头发的位置就好了 然后就剪下去 我很怕其实是没有剪到同样长短 OK,这里也是一样剪了 可是感觉这里的头发可能盖竖的比较多吧 OK,所以我们现在就已经完成了头发的部分 然后我们是会想要去修它 那修的方面呢 我们就 哇,真的太热了 OK,在修的方面呢 我们就会绑起来 一束一束的绑起来 所以等一下呢 你可以直接去修 OK,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好像如果有参差不齐的 就可以用这种有牙齿的剪刀去修 这个有牙齿的剪刀去修呢 有什么好处就是 它不容易把你的头发变得更短 它只是给它有一个pattern在那边 所以你可以放行的修 好,那你可以这样放行的修 对 然后 这里同样一件事 前面的刘海真的很痛啊 哈哈 感觉这一次右边的头发好像会比较短哦 好,那现在呢 哇,为什么这么热 好,那现在呢 ok好,这样选完这里的头发过后呢 我们现在就要修刘海 我的刘海已经非常 流汗了 已经很热了 我要去吹一下我的头发 等等我 好,现在就要修刘海 几个小时后 哈喽 哈喽 我已经 装那个 吹风筒 吹好自己的刘海了 那要剪刘海的时候呢 我通常就会用两个发 冰 把周围的头发都冰起来 这样子你就能确定你的刘海 的范围 是最难的哦 然后 就这样 那要剪刘海的时候呢 好像我上一支影片讲的 我不会剪得太短 然后我会用这种有牙齿的剪刀去剪 so that 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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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剪的时候 他不会 太过平 然后 其实我也不是什么expert啊 我都会以自己的眉毛来做标志 就说我的刘海呢 可以到 眉毛的这个长度 然后不要一直刺到眼睛就好 我刚才还没有剪头发的时候 我没有拍一些画面了 就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对比是怎样的 我觉得这次可能是因为 我的头发本来就没有很长 上一次的影片的时候 我的头发是有到胸部这里 可是今天呢 就还没有剪的时候 我的头发其实是在锁谷这里发亮 锁谷这里发亮 所以我觉得这次剪都有一点点短 就好像妹妹头这样子 可是也没有关系啦 接下来就是国会啊 国会 可能国后搞不好一会闪电大雪 所以头发剪短一点 才不会容易热 像我这样流汗的人 真吃亏啊 通常刘海就这样子呗 可是刘海呢 会比这里的头发还要快长 其实也不是啦 因为刘海长的话 你眼睛就会被刺到 然后就会很不舒服 所以呢刘海呢 我都会当它长的时候 我都会固定去修 然后没有特定一个时间是去修 刘海了 就有时候 那我刷牙的时候 看到镜子 然后觉得自己的刘海长长了 就会去修吧 好呢 我现在刘海就已经修完了 刚刚的就是还没有剪刘海的时候 我剪发的时间是7分钟 我就看那个camera的time code 是在7分钟 然后剪好刘海是在2分钟 所以呢我就是挑战成功 在10分钟里面就把头发修好了 最后最后还是要呼吁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还有我的contact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在影片底方留言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或者你希望我以后 可以拍什么类型的影片 也可以留言 让我知道哦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其实因为我的刘海之前 我是刘海太长了 所以我就旁分它 所以现在呢 把刘海放回下来的话呢 它就中间会出现一个洞 所以如果大家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 可以平时在家的时候 就用把柄把它冰起来 这样让它自然垂下来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一个洞 这样子的情况 或者如果大家要出外的时候 要做造型的时候 就可以用电发卷把它卷起来 拜拜 下次再见